大家好 我是丛林之家波波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炒松子 看到这个松子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见 它跟我们这种松子还是不一样的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它是里面没有果的 这个里面是有果的 然后一个的话有半斤八两 但是捏的时候 它是很难捏的 里面果子非常多 来 我们把它给捏回来 这个松子 它里面那个油特别多 你看我刚刚捏了一下 一手都是油了 好粘的 还有它每一片里面 都会有两个松子 特别难开 我们要用刀来开 如果用手的话真的是很难掰的 太硬了 我们要用刀子 kindergarten 出去后一两个月 我们刀子来了 我们的东西 进入锦店 入锦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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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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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松果的话炒了很久 还是没有炒开 不知道是我的操作方式不对 还是说我用的这种煮法是不对的 真的没有开 然后它都已经焦了 所以我们先拿出来 稍微累一点用牙齿咬就行了 我感觉 刚蒸出来那段时间是最好咬的 现在炒了之后这个壳好硬 然后又没有炒开 但闻起来香很多 真的是很香 真的是很香 这个松子啊 这个松子啊炒了之后我发现比我家和你那个死头还硬 估计我把这一筐吃完 我牙齿你明天看估计是那种光的了 真的是太硬了 只能拿回去啊 睡不着的时候拿来啃 真的太硬了 蒸的时候比较好吃 然后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啊 点赞观众 描述 我会的记得 谢谢你 看众 看众 有点